Standard Course HSK 3 欢迎来到中文学习课堂 一起学习HSK 3 级课程吧 HSK 3 级 第九课 它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课文 1 跟读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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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搬 搬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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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请看这幅图 上面的是中文 还是下面的是中文 下面的是中文 也是我们说的汉语 那上面的呢 英文 也是我们说的英语 好 请造句 嗯 你会说中文 很好 中文真的很难学 真的吗 是的 中文真的很难学 他中文说的很好 那你呢 你的中文也说的很好 你的中文也说的很好 我们班都现在是我们是女的 我们班中文老师是女的 那你们班呢 你们班呢 中文老师也是女的 中文老师也是女的 一样,请看图,他们的衣服颜色一样的,他们的领巾一样的。 怎么说呢?他们穿一样颜色的衣服。 哦,你和妈妈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好,那他们呢? 不一样,很好,怎么不一样? 一个胖,一个瘦,很好,他们不一样,一个胖,一个瘦。 好,请给我句子。 嗯,我和他不一样,很好,怎么不一样呢? 我和他不一样,一个胖,一个矮,很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选择适当的词语填空。 翻中文一样。 他的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好,你的书包颜色跟我的,你在哪个学习中文? 好,第一句。 一,他的中文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第二句,你的书包颜色跟我的一样。 三,你在哪个班学习中文? 很好,请跟读。 他的中文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你的书包颜色跟我的一样。 你的书包颜色跟我的一样。 你在哪个班学习中文?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哦。 根据提示词,说说图片中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第一个,衣服,是不是一样。 第二个幅图是颜色,很好。 颜色是不是一样。 第三,房子,房子是不是一样。 第四,天气,天气,天气是不是一样。 第四,杯子,杯子是不是一样。 第五,六,胖瘦。 哦,那这样怎么说呢? 好,衣服,嗯,怎么用? A跟B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来说句子。 后面呢,还可以加上什么? 形容词。 好,第一个,衣服。 怎么说? 嗯,姐姐的衣服跟妹妹的。 一样,很好。 第二个呢,颜色。 上面汽车的颜色跟下面的都一样。 房子呢? 前面的房子跟后面的房子一样。 嗯,天气。 怎么说? 左边的天气跟右边的天气不一样。 那这个杯子呢? 我们可以用A跟B, 后面加上什么? 形容词,对吧? 所以我们要怎么说?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大吗? 我们要怎么说? 想想看。 很好。 左边的杯子跟右边的杯子一样大。 那这个胖跟瘦的怎么说呢? 它都是形容词哦, 所以我们要怎么说? 嗯, 哥哥跟弟弟不一样胖。 也可以说什么? 不一样瘦。 嗯,很好。 左边的杯子跟右边的杯子一样高, 也可以。 啊, 来, 我们一起跟读一遍哦。 第一个, 姐姐的衣服跟妹妹的一样。 上面的汽车颜色跟下面的不一样。 前边的房子跟后边的房子一样。 左边的天气跟右边的天气不一样。 左边的杯子跟右边的杯子一样大。 哥哥跟弟弟不一样胖。 嗯, 这就是A跟B一样, 或者是不一样。 后面呢, 还能跟着什么? 形容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第一句, 这本书跟那本书一样。 第二句, 儿子跟爸爸一样高。 第三句, 这辆车的颜色跟那辆车不一样。 第四句, 它的汉语说的跟中国人一样好。 看, 我们这边有什么? 一样高, 一样好。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一样贵, 不一样便宜。 一样便宜。 儿子跟爸爸一样高。 我们可以说什么? 爸爸跟儿子一样胖。 可以吗? 也可以。 儿子跟爸爸一样胖。 也可以。 很好。 我们用这个A跟B一样, 或者是不一样呢? 我们来怎么样? 完成句子。 第一个, 我的杯子。 第二, 今天的生词。 第三, 一样聪明。 一样聪明。 第一句完成, 我的杯子。 嗯, 颜色跟你的不一样。 那我们还可以说什么? 我的杯子, 大小跟你的不一样。 还有呢? 我的杯子, 颜色跟你的一样。 很好。 二, 第二句, 今天的生词 跟昨天的一样。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说呢? 今天的生词跟昨天的不一样。 还有吗? 今天的生词跟前天的一样。 很好。 还有没有? 今天的生词跟前天的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今天想说 今天的生词跟A跟B 一样后面再加形容词 一样难怎么说呢? 今天的生词跟昨天的一样难。 对了, 可以, 很好。 三, 我妹妹跟我一样聪明。 嗯, 还可以说什么? 我妹妹跟她妹妹一样聪明。 很好。 她妹妹跟我哥哥一样聪明。 很好。 嗯,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她是用什么? 形容词在后面, 对吧? 然后她们跟我们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词的使用。 好, 下面来。 今天我们要学的课文是 在教室。 在教室里面发生了什么对话呢? 它是有两个人哦。 一个人是谁? 大山。 还一个是谁? 马可。 她们的一段对话, 我们来听一听。 听两遍, 回答问题。 跟中国人一样好。 Lesson 9 She speaks Chinese like a native. 课文一。 课文一。 在教室。 Text woman in the classroom. 马可, 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 哪里哪里, 我们班李静说得更好。 怎么好?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李静?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第九课。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Lesson 9 She speaks Chinese like a native. 课文一。 在教室。 Text woman in the classroom. 马可, 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 哪里哪里, 我们班李静说得更好。 怎么好?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李静?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好,请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哦。 第一个, 大山觉得马可的中文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 马可, 马可觉得谁的汉语好。 第三个问题, 李静的中文怎么好? 第四个问题。 好,我们再听一遍哦。 第九课。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李静的中文是最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再听一遍哦。 好。 怎么好?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李静?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好。 同学们, 现在问题可以回答了吗? 第一个, 大山觉得马可的中文怎么样? 嗯, 她觉得马可的中文越来越好。 或者是说她觉得马可的中文越说越好。 第二个, 马可觉得谁的汉语好? 嗯, 李静, 没错。 她觉得李静说得更好。 第三, 王静。 嗯, 李静的中文怎么好? 她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很好。 第四, 李静是谁? 是马可的中文老师。 很好。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的是这一篇课文, 在教室。 里面有大山和马可, 请更读。 马可, 马可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 哪里哪里, 我们帮李静说得更好。 怎么好?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李静,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好, 再一次哦。 在教室。 好, 好, 现在, 我是大山, 你是马可。 嗯, 好, 我先开始哦。 马可, 你的中文越说越好了。 怎么好? 李静,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好, 我们现在换一下, 你是大山, 我是马可。 好, 大山开始。 哪里哪里, 我们帮李静说得更好。 她的汉语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她是我们的汉语老师。 好, 我们现在呢, 根据刚才的课文呢, 来判断一下对错哦。 第一句, 马可觉得大山的中文越说越好。 对吗? 嗯, 那正确的是什么呢? 很好, 大山觉得马可的中文越说越好。 很好, 第二, 马可的中文说得跟李静一样好。 对吗? 也错的。 为什么? 嗯, 李静是马可的中文老师。 很好。 。 三, 李静的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对吗? 嗯, 对的。 四, 李静是大山的老师。 对吗? 对, 李静是马可的中文老师。 很好。 那, 课文二, 将下列图片与单词配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单词。 第一个,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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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 跟图片C配对。 第二个, 颜色, 跟我们图片B配对。 三, 房子, 跟我们图片A配对。 很好。 课文二的词汇, 第一个, 最后。 嗯, 请跟读哦。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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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放心,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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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这张图片里面这个小男孩呢, 坐在最后。 嗯, 最后那个位置, 最后那一排。 很好。 这个呢, 蛋糕, 吃了只剩下最后一块。 最后, 都吃吃吃完了, 只剩下最后一块。 好, 请造句。 嗯, 第一句, 这是最后一块蛋糕, 吃完我就去睡觉。 第二句, 今天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请再给我一个句子。 嗯, 很好。 好, 来, 请跟读。 一, 这是最后一块蛋糕, 吃完我就去睡觉。 二, 今天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很好。 放心。 嗯, 这个时间可以吃, 所以呢, 很放心。 放心的吃。 放心呢, 它后面会加动词, 放心吃, 放心睡, 放心买, 放心喝, 很好。 喝饮料的时候呢, 它的时间是OK的, 所以可以放心的喝。 嗯, 好, 请造句。 嗯, 放心买很好。 第一个句子, 请放心吃吧, 这些东西很健康。 第二, 考完试, 大家都可以放心玩儿了。 好, 请再给我一个句子。 嗯, 很好。 好, 请跟读。 一, 请放心吃吧, 这些东西很健康。 大好。 二, 考完试, 大家都可以放心玩儿了。 嗯,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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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什么? 不一定。 这次我一定能考好。 我一定不会变胖。 嗯, 很难。 有些人呢 吃很多都不会胖 所以的人自己会说 我越吃越多 我不会变胖 我一定不会变胖 像老师呢就不是 就是怎么样 一定会变胖 好 第一句 我一定去看比赛 第二句 放心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三 我相信你一定学得好汉语 四 我们三点以前不一定能到机场 请再给我一个句子 嗯很好 请跟读 一 我一定去看比赛 二 放心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三 我相信你一定学得好汉语 四 我们三点以前不一定能到机场 嗯很好 来将下面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的连接 中文 是哪一个 嗯 下面这个中文 它的英文呢 嗯 嗯 嗯对了吗 嗯对了吗 很棒哦 好下面第二个词 班 它的英文 嗯很好 第三个 一样 它的英文 嗯形容词的 ok 一样 第四个 最后 很好 它的英文 嗯 厉害了 加油 第五个 放心 它的英文 哎 很棒哦 最后一个 一定 它的英文 嗯 很棒 给自己拍拍手 好厉害哦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刻的语法 越什么 加上越什么 好 雨越下越大 你的中文越说越好 哦 越买越多 越看越累 还有吗 越吃越多 越吃越胖 很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完成句子 用越什么越什么来完成句子 第一个 这个电影越看 嗯 第二 我们越聊 嗯 第三 它 我越担心 好 第一句 这个电影越看 嗯 越精彩 越看越好看 第二句 第二句 我们越聊 越开心 我们越聊 越 嗯 伤心 对了 开心 伤心 嗯 第三个 它 越说 我越 越担心 越担心 来 请更读 一 这个电影越看越精彩 二 我们越聊越开心 三 它越说 我越担心 嗯 很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吃的 越来越多 我可以说成什么 我现在越吃越多 那 那 我汉语说的 嗯 我汉语越说 嗯 越好 第三个 我觉得语法 很难 那怎么说呢 越来越难 嗯 那 我觉得语法 嗯 越学越难 很好 我做的饭 越做越好吃 很好 那 我做的饭 越做越好吃 很好 我跑步跑得 越来越快 嗯 大家都很厉害哦 我跑步跑得越来越快 那 我还可以说成 我跑步 越跑 越快 我打篮球打得 越来越好 我还可以说成 我打篮球 越打越好 很好 来 请跟读 一 我现在吃的越来越多 我现在越吃越多 我汉语说得越来越好 我汉语越说越好 我觉得语法越来越难 越来越好 我觉得语法越学越难 我做的饭越来越好吃 我做饭越做越好吃 我跑步 我跑步跑得越来越快 我跑步越跑越快 我打篮球打得越来越好 我打篮球越打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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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呢 要学的课文是 在蛋糕店 请大家听两遍课文 然后呢 来回答问题哦 课文二 在蛋糕店 text to in a bakery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这是最后一块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为什么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课文二 在蛋糕店 text to in a bakery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这是最后一块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为什么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好 好 问题一 那个女的为什么不让男的吃蛋糕了 那个女的为什么不让男的吃蛋糕了 问题二 那个女的担心什么 那个女的担心什么 问题三 那位男的为什么一定不会变胖 那位男的为什么一定不会变胖 请大家再听一遍 回答的对吗 课文二 在蛋糕店 text to in a bakery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这是最后一块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为什么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很好 第一个问题 那位女的为什么不让男的吃蛋糕了 那位女的为什么不让男的吃蛋糕了 因为她已经吃三块了 因为她已经吃三块了 问题二 那位女的担心什么 那位女的担心什么 她担心那位男的越吃越胖 她担心那位男的越吃越胖 问题三 那位男的为什么一定不会吃胖 那位男的为什么一定不会变胖 因为他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因为他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好 现在来看一下这篇课文 那位女的叫什么名字 嗯 小丽 那位男的叫什么名字 嗯 小刚 好 这是小刚和小丽在蛋糕店里的对话 好 请跟读 在蛋糕店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这是最后一块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为什么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好 请再跟读一遍 在蛋糕店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这是最后一块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为什么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很好 现在我是小丽 你是小刚 我们来 一起来念一下 在蛋糕店 别吃了 你已经吃了三块蛋糕了 你总是吃甜的东西 会越吃越胖 为什么 现在你是小丽 我是小刚 好 小丽 开始 这是最后一块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变胖 我们家的人都很瘦 吃不胖 很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第一题 小刚喜欢吃甜的 对吗 嗯 对的 小刚喜欢吃甜的 第二题 小丽已经吃三块蛋糕了 对吗 啊 不对 那谁吃了 已经吃三块蛋糕了 对 小刚 已经吃三块蛋糕了 小丽担心小刚 越吃越胖 嗯 对的 小丽担心小刚 越吃越胖 第四题 小刚 他们家人 都很瘦 对吗 嗯 对的 小刚 他们家人 都很瘦 吃不胖 很厉害哦 课文三 请跟读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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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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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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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先 先 担心 中 中 间 中 间 间 第一个 担心 小朋友生病了 爸爸妈妈就会很什么呀 很担心 没错 担心 我们还说什么 很担心 小朋友生病了 爸爸妈妈很担心 爸爸妈妈很担心 儿子的学习 那不担心 我们就会说什么 明天的考试 我一点也不担心 就是说很好 多数你复习好了 都很OK了 我们中国有句话 叫做别烦恼了 每一天都会很幸福的 对吧 Don't worry Be happy 我们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呢 我们都什么事情呢 不用太担心 好 请问 你最近有没有担心的事情呢 你最近有没有担心的事情 哦 你担心考试 你担心 爸爸妈妈的身体 很好 第二 逛街的时候 你会担心什么 你会担心 人太多了 你就很辛苦 OK 还有呢 逛街的时候 你会担心什么 你会担心 没带钱 嗯 看到很多好吃的 好看的 你就没有带钱 OK 很好 造句 第一 第一次出国旅游 爸妈很担心我的安全 二 别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 三 遇到不好的事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告诉家人 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为我担心 好 请问一下 你出国的时候 你爸妈会担心你吗 嗯 会担心的 担心你的身体 担心有没有生病 很好 那你通常都会给你爸爸妈妈说什么呢 Don't worry be happy OK 对 没有错 你都会说 哎呀 别担心了 我会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 很好 还有呢 你如果遇到不好的事情 譬如说 考试考的一个 test is not okay 就是你考试考的很不好的时候 你会不会告诉家人呢 嗯 不会告诉家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害怕他们担心 很好 嗯 比较 嗯 这个呢 是谁啊 乌龟跟蝸牛在比较 他们怎么样 爬的 慢 flow 对 很慢 很慢 OK 比较 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 也可以说比较 比较呢 ADG是什么 行荣词 我们可以说比较什么 比较 开心 行荣词还有什么 比较 漂亮 还有什么 比较 好看 比较什么 行荣词还有什么 贵 很好 比较贵 还有呢 便宜 比较便宜 还有呢 难 比较难 OK 这些都是我们的形容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咯 你觉得哪个颜色比较好看 哦 你喜欢红色 所以说你觉得红色比较好看 第二句 你比较想去哪个国家旅游 你比较想去哪个国家旅游 哦 你比较想去 想来 OK 想来中国旅游 很好 我也比较想去你的国家旅游 很好 OK 第三 来中国旅游是很棒的 对呀 很好 第三 什么东西比较好吃 你比较喜欢吃什么 汉堡宝比较好吃 很好 那像我喜欢吃意大利面 所以我会说 意大利面比较好吃 还有呢 哦 你真的是了解中国文化哦 你喜欢吃什么 北京烤鸭 比较好吃 很好 好 早句哦 第一个 今天比较冷 我比较喜欢绿色 第三 这件事比较难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很好 好 来给我一个句子 比较 他比较高 他跑得比较快 很好 还有吗 这件事比较容易 请放心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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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比较容易 不要担心 OK 嗯 你喜欢 你比较喜欢红色 这件事比较 这件事比较 好 了解 嗯 了解 了解跟知道呢 都是英文都一样 No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们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知道 比如说 我知道这么多的圈圈 圈圈里面都叫知道 可是了解呢 比知道更多一点 所以就是了解跟知道 意思是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哦 譬如说 一 你觉得爸妈了解你吗 嗯 了解你 了解你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你对什么有兴趣 你比较什么 喜欢什么别 什么颜色 对吧 那 我只知道 爸妈真的是很了解你 知道就是说 爸妈不可能说知道你 像我跟你不熟悉 我只说 哎 我知道你 哎 我知道你这个人在 但是我对你不了解 因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叫 马克 但是我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 你爱什么 然后你喜欢做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 哎 我知道你 但是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你 OK 第二 你了解多少中国文化 哦 你好厉害 中国文化有哪些 武术 李小龙对不对 武术还有呢 简直 嗯 饮食文化 很好 对了 中国有非常多的文化 但是你是知道这些武术 但是你对武术有多少了解呢 武术有分什么 南权 北权 对吗 所以如果我知道了南权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知道 哎 我很了解中国文化 但是我中文化我是知道一点 但是如果你已经说了更深了一点 就叫做了解 三 关于上海你想了解什么 上海都知道吧 上海 那你想了解什么呢 人 嗯 上海人 上海人 很正常的人呢 上海什么 想想了解什么 啊 那他们的什么 文化 很好 上海有很多的上海文化 那比如说上海的弄堂文化 它就是一个文化之一 上海的 在那个 嗯 生意场上的生意文化 它也是文化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的南京路上面也是一条街 都是上海的就是中国的 嗯 很 繁荣的一条街上面 所以这也是上海的文化 所以这才叫做了解 请造句 一 我是上海人 所以我对这里比较了解 对 因为我是上海人 所以我比较了解 如果我是北京人的话 我就对北京 其实也会很了解 但是呢 我是上海人 可是我对北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知道北京很多的文化 但是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没有住那边住很久 第二 虽然我跟他认识快十年了 但是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三 他比较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好 请给我句子 嗯 对 你是哪里人 嗯 你就非常了解你自己的 家乡的一个什么文化 那对中国如果很陌生的话 我欢迎大家来到中国 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文化 好 先 先什么什么 再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 最后 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人呢 早上的时候呢 起床了 起床以后我们先做什么事情呢 对了 我们先怎么样 起床以后呢 我先穿衣服 再刷牙 然后出去跑步 最后呢 吃早餐 这是我每天早上会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先来 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学 对不对 这是一个什么 时间上的有先 有后 你先走吧 我现在很多都工作要做 你先走吧 要先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再把很多的工作呢 要做好 这就是先怎么样 再做 再做什么事情 好 请给我个句子 嗯 很好 你先打开电脑 再怎么样 听 再来上课 嗯 你先 先怎么样 先写回家 先写功课 再 打电动 OK 很好 中间 好 这个齿轮 它的 这个是上面 这个是下面 这个就是什么 中间 上课 上课的时候是40分钟 一节课 那第一节课 跟第二节课中间呢 有十分钟的休息 我们可以把上课的中间 叫做什么 课间 好 这是一座山 山 山呢 它也说中间 我们叫做山间 就是上课的中间 就是什么课间 那请问我们课间休息 几分钟呢 嗯 十分钟 很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屋子 它这间房子的中间 是什么 对了 中间是什么 桌子 很好 房子的中间 是张桌子 第二个 我坐在 他们的 中间 很好 我坐在 他们的 中间 好 请给我句子 OK 嗯 我妹妹 坐在 他们 中间 嗯 我坐在 坐在谁啊 坐在老师们的中间 哎 对了 也可以 很好 这就是中间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词语哦 来复习一下 将下列的词语的汉字拼音英文解释正确连接 第一个是什么 担心 担心在哪里呢 嗯 它的英文呢 忘了吗 对了 Don't worry Be happy 有忘记了吗 嗯 不用紧张 不用担心 很好 第二个 比较 嗯 拼音 比较 它的那个英文呢 在哪里呢 嗯 对不对 对就比较了 要大家怎么样 比呀 比 比高 比低 比较高 比较低 比较冷 比较热 有两件事情 或者两个物体 再做一个比较 第三个 了解 嗯 To know 还忘记了吗 我们说过的 嗯 知道了解 很好 第四个是什么 先 啊 做一件事情 最最先 前面做的是什么 First 对了 先 再来呢 中间 刚才讲过了 它的英文是什么 对了 没错 很好 我们现在是很厉害咯 把汉字跟我们的拼音 跟我们的什么 英文都可以做一个连结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选择适当的词语 填扣 先 中间 了解 比较 比较 第一句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 我很 他 他每天都在这儿吃饭 第二句 这件事 难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第三 我想 去火车站接他 再去吃饭 第四句 你想要哪本书 的那本 很简单吧 好 好 试试看吧 来 一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 我很 了解他 他每天都在这儿吃饭 第二句 这件事 嗯 比较难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第三 我想 对了 很厉害咯 先去火车站加油 接他 再去吃饭 第四句 你想要哪本书 嗯 中间的那本 好 一起来更读一下哦 你怎么知道他会来 我很了解他 他每天都在这儿吃饭 这件事 比较难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我想先去火车站接他 再去吃饭 你想要哪本书 中间的那本 很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的一个 就是上一节课有说过了 跃什么动什么 动词再加跃什么 再加形容词 对吧 越跳越高 越飞越远 越走越累 你总是吃甜的食物 会越吃越胖 还有什么 越买越贵 很好 还有呢 越走越快 嗯 对了 你说很棒 你怎么越走越快 嗯 越跑越快 也可以 对越跑越快 还有呢 越看越累 看什么看的越看 看比如说看书 越看越累就想睡觉了 OK 很好 好 今天我们来讲 这样的语义法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嗯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他越 对 你按照这个 他越跳 他越怎么样 他越吃 我越 害怕 为什么 越吃越胖 很好 很好 嗯 还有吗 再想看 他越看 我越 开心 为什么 他越看 我越开心 因为我很喜欢他 对不对 很好 好 今天呢 我们要学的课文是 在山上 我们来听两遍课文回答问题哦 课文三 在山上 Text 3 On the mountain 我有点害怕 怎么了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 课文三 在山上 Text 3 On the mountain 我有点害怕 怎么了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 好 请问一下 那个女的为什么害怕 第二个问题 那个男的为什么让那个女的 跟那个女的说别担心 第三个问题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他们在做什么呢 第四个问题 他们一会儿怎么上去呢 好 好 请再听一遍 课文三 在山上 Text 3 On the mountain 我有点害怕 我有点害怕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这条路上去 好 请说请说 第一个问题哦 那个女的为什么害怕 嗯 因为山越高 路越难走 她也越爬越冷 很好 第二个 那位男的为什么要让那个女的跟那个女的说别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为什么 嗯 因为她对这个地方比较了解 因为她了解这个地方也可以 OK 因为她对这个地方比较了解 第三个问题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 嗯 他们在爬山 嗯 那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们打算先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爬 很好 那他们一会儿怎么爬上去呢 嗯 他们一会儿从中间的那条路 上去 OK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篇课文 在山上 请跟读 在山上 我有点害怕 怎么了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 一会儿再爬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那条路上去 好 再一次哦 在山上 我有点害怕 怎么了 山越高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那条路上去 好 现在呢 我是小丽 你是小高 来 我们把这篇课文一遍哦 我有点害怕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好 我们change换一下哦 好 你是小丽 开始 怎么了 不用担心 有我呢 我对这儿比较了解 好 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中间那条路上去 好 刚才我们是不是有问了几个问题 小丽 为什么害怕 对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第二问题 小刚 为什么让小丽 别担心 嗯 因为小刚对这儿比较了解 很好 那小刚和小丽 现在要做什么呢 他们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爬 很好 那他们一会儿 要怎么上去呢 他们一会儿 从中间那条路上去 嗯 很棒哦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根据课文 判断一下对错了 刚才我们都很熟悉这篇课文了 好 第一个问题 小丽 有点害怕 对吗 嗯 对的 第二个问题 小刚和小丽 都是第一次爬 来爬山 对吗 嗯 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怎么样 小刚对这个地方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就说明他不是第一次 他是好多次了 才会比较了解 很好 所以只有小刚不是第一次来爬山 第三个 最后小丽和小刚会走中间那条路吗 是的 我们看一下哦 课文是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一会儿从中间那条路上去 所以最后呢 那个小丽和小刚会走什么中间那条路 课文4 请将下列图片与单词配对 我们第一个单词是什么 天气 第二个呢 杯子 第三个呢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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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我们第一个单词是天气 对应的是哪一个图片呢 嗯 天气对的是B 图片 B 第二个单词 杯子对的是哪一张图片呢 嗯 是C 杯子对的图片是C 第三个胖瘦 第三个胖瘦对的是哪一张图片呢 很好 是我们的A 胖瘦 很棒哦 好 下面呢 我们来学一下今天这一课文的单词 好 第一个请跟读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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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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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参加 参加 参加什么 看图片 他们在参加什么 我们之前有学过 很好 参加比赛 参加比赛 嗯 我们还可以参加什么 Test什么 考试 像我们参加 HSK的 考试 很好 参加比赛 参加考试 第一个 问题 你喜欢参加什么 活动 嗯 你喜欢参加 社团活动 打篮球 活动 啊 体育 活动 很好 你喜欢参加 体育 活动 还有什么 做实验的活动 很好 你喜欢参加做实验 活动 很好 第二个 你参加过什么比赛 啊 你参加过打篮球比赛 你参加过足球比赛 你参加过数学比赛 很好 好 造句 第一个 我脚疼 下周的足球比赛 参加不了了 嗯 第二句 你参加星期五晚上 学校的活动吗 好 请造句 嗯 很好 你身体不舒服 你不参加学校的活动了 很好 好 请跟读 一 我脚疼 下周的足球比赛参加不了了 二 你参加星期五晚上学校的活动吗 很好 第二个词 影响 哇 你看这个 女生 猜猜看 她在做什么 影响什么 什么东西影响了 对 什么东西影响开车 风太大了 很好 旁边很多的风 OK 风大 影响开车 哇 她就很紧张了 影响 影响 影响很大 没有影响 嗯 好 第一个问题 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心情 什么事情 做错事了 会影响你的心情 还有呢 唱歌会影响你的心情 很好 唱歌会影响你的心情 好 第二个问题 什么对考试的成绩有影响 睡觉对考试的成绩有影响 很好 你没有休息好 没有睡 很舒服 你就会影响考试的心情 还有没有 天气对考试的成绩有影响 嗯 也对了 天气如果今天很好 你的考试也许成绩就很好 也有可能的事情 OK 很好 好 请造句 嗯 很好 天气对心情有很大的影响 对了 刚才你们说过天气 对吧 第二个 第一 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学习 第三 虽然我脚疼 但是休息几天就好了 一点也不影响下个月的比赛 很好 很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选择适当的词语填空 你想参加乐 第一句 你想不想去跑步比赛 第二句 少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吧 别影响了学习 别影响了学习 你应该多休息 休息的 越多 好的 越快 很好 好 请跟读 我们之前学过了几个 越什么 越什么的语法 你总是吃甜的食物 会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山越高 路越难走 我也越爬越冷 看一下这个 吃的越多 长得越胖 它让我多休息 休息的越多 好得越快 我们的BI 加得 加越 再加形容词 对不对 再休息的越多 后面是加的是形容词 好的 越快 好 来 请给我句子 很好 吃的越少 长得越瘦 好 也可以 再来 睡的越多 长得越胖 好像不对吧 睡的越多 长得越胖吗 也可以这样说了 看的越多 怎么样 看的越多 休息的越少 对了 看书看的越多 休息就睡觉就睡得越少 睡觉睡得越少 OK 还有呢 喝的越多 喝的越累 喝的越多 怎么样 睡得越累 也可以 OK 你喝喝 如果喝水喝的太多了 你睡觉就睡得不是很好 睡得越累 也可以 很好 好 今天呢 我们来学这篇课文 课文的名字呢 叫做 在小明家 好 请听两遍 然后呢 我们要回答问题哦 课文四 在小明家 小明 你的眼睛 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请再听一遍 课文四 在小明家 Text for at小明's home 小明 你的眼睛 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好 请听问题 一 小明的眼睛怎么了 二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三 医生让小明做什么 四 小明能参加 小明能参加下个月的篮球比赛吗 很好 我们再听一遍 课文四 在小明家 Text for at小明's home 小明 你的眼睛 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很好 好 听好咯 我们来回答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 小明的眼睛怎么了 嗯 他的眼睛跟大熊猫一样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嗯 因为他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第三个问题 医生让小明做什么 嗯 医生让小明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第四个问题 小明能参加下个月的篮球比赛吗 嗯 他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在小明家 来请更读 在小明家 小明 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很好 再一次 在小明家 小明 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好得越快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好 现在我是同学 你是小明 好 我们来 一年看哦 在小明家 小明 你的眼睛怎么跟大熊猫一样了 去医院了吗 医生说什么 下个月的篮球比赛 你能参加吗 很好 现在我们换一下 你是同学 我是小明 好 请开始 我这几天脚疼 没休息好 他让我多休息 休息得越多 跑得越快 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根据课文判断对错 想想看 他对还是错 第一题 小明的眼睛受伤了 对吗 嗯 是错的 他的眼睛怎么样 跟大熊猫一样 那他什么地方受伤了 嗯 他的脚 因为他脚疼 所以呢 是脚受伤了 很好 第二个题目 医生让小明多休息 对吗 嗯 是对的 医生呢 请小明多休息 为什么要多休息 啊 因为小明的脚疼 啊 医生让小明多休息 因为休息的越多 跑得越快 很好 好 第三题 小明不能参加下个月的篮球比赛了 对吗 嗯 不对 小明说什么 他一定能参加 一点影响也没有 说什么 医生让他多休息 休息的越多 跑得越快 很好 好 好 我们呢 今天课文呢 就上到这儿 好 再见咯 拜拜 关注我们 让中文学习变得轻松又简单 下几课再见 拜拜 拜拜